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网线接HUB网口 USB485插USBHUB的USB口 接下来进行电源连接 用电源适配器端子供电 注意接线 正接正 负接负 上电之后 Power灯常亮 Walk灯每隔一秒闪烁 代表工作正常 网口灯 绿灯常亮 橙灯闪烁 硬件连接完成 我们进行应用测试 首先 点开控制面板 点击系统和安全 打开防火墙 点击启用或关闭防火墙 将防火墙状态由启用改为关闭 点击确定 返回控制面板 找到网络和Internet 点击打开 网络与共享中心 点击更改适配器设置 然后我们禁用其他网卡 将本地网卡优积属性 打开之后点击IPv4 将IP获取方式由自动获取IP 改为使用下面的IP地址 IP输入192.168.0.205 紫网研码255.25.25.25.0 万人网关192.168.0.1 点击确定 关闭控制面板 打开M0设置软件 点击搜索设备 点击搜索之后的RP 右侧显示DR302的参数 打开串口装网络助手 将语言状态改为中文显示 然后点击词 电脑 右击找到管理 点击设备管理器 找到端口 查看串口 抗目口号是抗目13 确认之后 串口部分用抗目13打开串口 右侧做TCP server 点击连接 取消16进制显示 串口发送数据 网络接收 网络发送数据 串口接收 DR302基本测试 演示完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